賴清德說對兩岸我們承諾不變 善意不變 開個頭不一樣 但是截的尾也是一樣 那民進黨現在改改改改 改什麼 改就是想要繼續當選 我覺得就是在那邊演戲 他還是遵循蔡英文路線 賴清德這種資料我最看不起 最看不起 有什麼理想 我想也很快要下台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Hose He's so true 民進黨雖然叫叫叫叫叫 有一個人沒有出來叫 我就覺得他才是真正的 在乎的 其他都是幫腔的 賴清德 賴清德反而吊子放得很軟 一句話沒講 今天講這個話 你就看是什麼 這個是心頭渴 我們知道心頭渴跟賴清德關係 其實不錯 那他的標題下的很有趣 我很少看到民進黨 對兩岸的標題 叫緩和批評下立言訪中 賴清德說對兩岸 我們承諾不變 善意不變 那這個賴清德表示 最近大家很關切 國民黨就率團附中的一件事 然後他說作為執政黨主席 這個很重要 他現在已經開始以執政黨主席的 這個身份在說話了 他特別表達 他說民進黨政府執政以來 對兩岸我們的承諾不變 善意也不變 他說維護台海和平的現狀 就是我們的主張 我們一向主張兩岸交流 不應預設特定的政治基礎 而兩岸關係的穩定發展 應該奠基於和平 對等民主對話 這八字真言 這個四大原則 其實跟大使剛才講的一樣 對等民主 對話 然後就會有和平 這就是跟那個清廉 情政愛鄉土 情政愛鄉土一樣 現在既不清廉也不情政 更不愛鄉土 所以現在既沒有和平 然後呢 這個也沒對話 實際做法是不對話 破壞和平 開民主倒車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他這次用的是 蔡英文的用法 就北京當局 所定義的九二共識 這裡並無中華民國生存空間 也沒有2300萬人民的主權 那我們一起要堅守 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主權不容侵犯 並從中華民國前途 必須遵循全體 台灣人民的意志的四個堅持 他還是遵循蔡英文路線 所以開個頭不一樣 但是結的我也是一樣的 這個中華民國 現在被他們拿來當神主派了 那我想第一個要先跟蔣公 還有道一個歉吧 對不對 因為蔣公 台灣也沒有中華民國 烈士也尊重一下吧 對不對 然後不要再在台灣內部 搞這種分裂 烈士 國父都不尊重 還尊重烈士 這種耐清的資料 我最看不起 你要不然你就台獨到底 我還遵你一條漢子 你不要半途給我來個什麼 又從台獨變成又中華民國擁護者 對 這種人 等情勢再發展到一種 他去擁抱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也不要意外了 這種人就是沒有中心思想的 這種人就是嘴巴講的自己很硬 遇到硬的時候 他就軟得不得了 他已經在開罵了 他說台灣就台灣 什麼叫中華民國台灣 台灣就是台灣 所以他等於說 台獨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他才能夠成一點力量的 對 台獨基本教育派是要修憲 制憲 對啊 制憲然後廢除中華民國 那這樣會死人 那你怕死你就不要玩 可見你賴清德這種人 有什麼理想 你到了關鍵時刻力量不夠 你就馬上轉頭 轉頭就跑了 會形成對民進黨的實質壓力 這個壓力就是說 這個夏令人去仿中 先直白的講 就是說兩岸達成什麼 我們等一下可以再討論一下 但是回到國內的政壇的一個氛圍 是很明顯在改變的 就抗中往河中在擺 但是還沒有到有路這一段 馬英九我要批評一下 國父一直有三個字 和平奮鬥救中國 你什麼有路 什麼河中 有路 這什麼啊 你就是中國啊 你搞清楚啊 你中國國民黨什麼 你搞什麼啊 那搞什麼啊 你搞什麼立場啊 你就是中國的代表啊 你是為了中國而存在的一個政黨啊 親美有日合路 他不想搞清楚 馬英九應該算合路 因為是中國大陸 搞半天最重要是美國 那你跟民進黨有什麼差 耐清德也是怎麼樣 我覺得沒有忠心思想啊 現在民進黨走到當時國民黨的路子了 我想也很快要下台了 中國人是循環史觀 但是是循環是不是螺旋史觀 因為是進步史觀加循環史觀 就變螺旋史觀 他會循環 但是他會往前走這樣子 所以那個擺盪 我覺得很合 就是中華文化的邏輯 就是他是過去又回來 但是每過去又回來一次 其實已經是移動 是位移了 現在的兩岸的狀態 在馬英九十起跟現在這一次的 就是說兩岸的氣氛的緩解 我覺得實質是不同 因為剛才大使提到一個 我很有感覺 就是說歐盟講的是內涵嘛 但是他們在這個內涵的交流之間 他們有一個政治的基礎 就是二戰打完之後 歐洲各國被 北約馬歇的計畫 大家結成一個很穩定的同盟 共同對抗鐵木 這個共產主義 這個經貿啊 民生的往來之後 然後再進一步再談政治的基礎 他這是反覆的嘛 先有一個基本的政治基礎 然後民生經貿這些東西 然後再往前 那我覺得我們是度過那個時間 因為李登輝時代其實兩岸經貿是有限的嘛 還有階級用人 然後到阿扁時代也是嘛 但小三通開始開 然後到了馬英九十來大三通 然後兩岸很密切 蔡英文時代其實根本都沒斷 就是態度很差 但是經貿在往前推進 可是政治上是又談回來 可是這一段時間感覺起來是經貿的那個 整個發展起來 就兩邊的緊密度 因為一程度一直上升 而形成那個後助力正在往前推進 我有這種感覺 現在我們看的現實環境是 美國把台灣趕向戰場 對 我們的問題不是說你怎麼生存呢 你怎麼避戰啊 對 那民進黨因為他的政治主張 他對他是 他是要填美 我用貼美啊 貼美 貼著美國走 只有靠美國其他什麼都沒有 其實跟國民黨也差不多 他搞得更入骨啦 你不能懷疑的這個美國現在要把你搞死啊 你怎麼辦 你還親美 這個就是一個很明確的一個目前的大方向嘛 那個火山布雷系統怎麼來的 嗯 對 俄乌戰爭這個例子 大家還感覺不夠嗎 然後台積電怎麼被搬走的 這幹嘛 所以現在只有一個 就是兩岸快速和解 然後呢 儘量疏遠美國 對美國對台灣的各種要求 好 儘量的好 能夠對自己的不利開始拒絕 那個當時那個裴洛西要來的時候 我就主張跟他講不要來 因為你來了以後後果很重 我要承擔 那沒錯 裴洛西來 現在美國人他也覺得不應該讓裴洛西來 為什麼 因為裴洛西來台灣民意轉向了 就這是我覺得這是超乎民進黨跟美國的想法 想法 台灣民進 台灣老百姓說我不要打仗 他們沒有想到台灣老百姓對於打仗這麼的避諱 台灣老百姓 我覺得是台灣全世界最聰明的老百姓之一 最知道怎麼樣對自己有利 我覺得每次選舉的時候 有有智慧台灣台灣人有智慧 在關鍵時刻都知道趨疾必須 兩岸在交流 我覺得這幾年值得變化很明顯 嗯 就是很多的基底都換了 08年到12年到14年 這中間這6年 其實很明顯的一件事情就是兩岸的機貿的緊密度 急速上升 這個民進黨是批判說這個蠻有賣台嘛 就牽涉到一個問題當時世界最主要的增量市場 還有所謂的廉價生產的場所就是場域就是中國大陸 那如果你當時沒搭上這班車 你台灣的經濟會不會有問題 因為我們08年基隆我已經沒事啊 台灣現在外銷43%賣中國大陸 對 今年又要賺到了 對 因為這個最大的市場今年的成長率是將近6%啊 對 對啊 你台灣的經濟說實話這麼這麼這麼火紅 沒有當跟中國大陸這個這個經貿關係會有嗎 你如果這個主要42是美國的話 你現在一片抽菸產物 兩岸關係發展到現在啦 尤其在經貿這樣子 嗯 因為基本上就是互補嘛 我覺得還是中國人的智慧啦 要比起韓國人啊 還是高了很多啦 就是說台灣有一半的人 是對於兩岸的和平 他其實他對你要預測什麼立場 不重點耶 重點是和平 重點是交流 那就是不要交惡 對 這個 這個應該是賴清德壓力來源 賴清德他會講這種話 一定是有很大的 很大的內部壓力啦 嗯 他就是想當總統嘛 對 當總統有力他都做嘛 嗯 對 所以你看他現在一看兩岸 台灣民意轉向 嗯 他的口風也轉了 所以說民意轉向再轉的話 就是說大家支持中華人民共同 那賴清德也支持中華人民 是這樣子嗎 那那個海外獨派就恨死他了 那個金孫這樣子搞的啊 然後呢 還沒掌正呢 哇老天啊 那個什麼 什麼學輪案能這樣幹嗎 是借這個機會把所有的大鱼通通從從 從網裡通通放掉 嗯 他根本沒有抓一個人 另外潘夢王很開心 當然啦 所有 而且而且不受寄往 那那個鄭文燦呢 那那個 解套了解套了 通通解套了 本來他們 他這一個 他這個做 做下去就是 這個民進黨新任主席的作風 大家真的是領教 他以為他把全台灣人都當傻瓜 很可悲啦 這個民進黨這個勤政清廉 愛鄉土現在搞出這種 這號人物出來 這些民進黨一切為什麼 一切為自己好 從來沒有把台灣老百姓福祉放到前面 那民進黨現在改改改改 改什麼 改就是想要繼續當選嘛 結果當然就是吃香喝辣嘛 嗯 那你當選以後你做了什麼好事呢 我覺得就是在那邊演戲啊 正在台灣這個土地啊 老百姓太善良了 這種無良政客欺負了 我覺得就是結果就是這樣 兩岸關係拿的任何的條原則 拿來跟對美國關係 每一條都被美國践踏 賴清德講的每一個 美國跟台灣的關係 哪一個遵照那個原則 我想民主嗎 平等嗎 和平嗎 平等絕對沒有啦 對啊 你想跟中國大陸要的關係 美國現在沒有一樣給你 你還把他當你還把他當爸爸 問題就為什麼他也不覺得不平等 因為他把美國當爸爸 嗯 我現在就問那民進黨那些國際事務專家 公開問他們 請你去查一下 美國的國會的任何機構 有到美國以外 舉辦公聽會的這樣的例子嗎 你請舉出來 為什麼不能到其他國家辦公聽會 你這牽涉到基本主權問題吧 對啊 你公聽會是在行使你身為國會議員的權利 那這個你是在你的國家裡面是有權利 但你跑到別的國家去做這個不是很奇怪 那我們請那個 我們請我們立法院長 對不對 他不是才去美國回來的嗎 請你帶你的外委會到美國去 就辦一個公聽會 你簽證都拿不到 你可以去那邊考察 但是你卻辦民進黨不是很多國際事務專家嗎 那為什麼中華民國不反對呢 這問題請他們回答一下吧 嗯哼哼哼 我想這個他們應該是不會回答 哈哈 回答的就是質疑美國大使 那不行 不能質疑美國 那違反了黨主席的意志 那太危險了 危險危險 沒有關做了 這個完蛋 這個完蛋 關就沒有了 有的 在和等百分之間 這個完蛋 是 真了解 各位 bounced 歌 門 魔眼 文 Naz saja 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